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形式上看都是一个动态发展 也就是说在创业者的思想意识里面 创业机会原本很模糊 但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步的清晰和明确 创业机会的最初级形式 它表现为没有被满足的需求 和没有被充分利用的资源 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 当代奥地利学派的掌门人 伊斯雷尔·科斯纳 把机会的这种最初级的形式 定义为是 未精确定义的市场需求 或未得到利用 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资源和能力 举个例子 我们在上一节课曾经讲到 杰夫·贝佐斯在1994年 他看到互联网的使用量 以每年2300%的速度增长的时候 他马上意识到 这可能是一个没有被充分利用的资源 如果把互联网这种资源 应用在商业领域里面 将会产生巨大的价值 严格说 创业机会的这种最初级形式 随时随地客观存在 我们人类生活中 很多的需求没有被满足 我们也可以到处可以看到 没有被充分利用的资源或者能力 我们在这里可以随便举些例子 我们且不说 我们身边有很多隐而不显的潜在需求 有一些需求没有被满足 是非常明显的 比如说 我们到今天 还不能克服很多疾病对人类的困扰 我们还没有找到一种药物 可以克服得了癌症或者艾滋病 如果你今天发现一种药物 可以完全克服癌症 这是极大一个创业机会 我们今天就有治理雾霾 计划污水 整治土壤等等 环境治理方面需求非常紧迫 我们需要一个蓝天白云 如果你发现一种方法 可以有效地去除雾霾 那加持多大一个机会 我们今天看到 随着我们人们收入的提高 消费升级给我们带来了 教育 医疗 旅游 健康 等等各方面 更精致的生活的需求 还有待遇提高 这是我们身边很多的需求 还没有被满足 我们也可以发现 我们身边有许多的资源 也没被充分利用 比如说 科研院所 有大量的专利和论文发表了 但是这些专利和论文呢 还停留在一本专利证书 或者一篇论文的阶段 还没有产业化 这是一个具有巨大的 潜在价值的 没有被利用的资源 我们可以看到 社会上有大量的闲职资金 他们有可能躺在银行的存折里面 这笔资金也没把它充分利用起来 当然 我们绝大部分人 是不会对此做出回应的 也就是说 我们不会认真地去想出一种办法 一种主义 或者一种点词 去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 总有人会动脑筋 去琢磨这件事情 他们会想尽办法 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或者途径去精确的定义 和满足这种需求 或者他们会想尽办法 找到资源更好的潜在用途 这个时候 创业机会 就从它的最初级的形式 发展起来了 从一个客观的形式 变成了一个主观的形式 这个时候 创业机会 就变成了创业者头脑中的 创业想法 我们叫business idea 当然 创业者头脑中 所激发的这个business idea 创业想法 也不是一开始 就非常清晰和完整的 最开始的时候 创业者可能只是有一个 商业概念 我们叫business concept 这个概念的核心 可能是如何去满足市场需求 或者如何利用资源 我们还是举 杰夫·北作斯的例子 他在1994年 发现了互联网的商业价值之后 他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去研究 能不能利用互联网去买东西 他研究了网络销售 这么一种东西 它的潜力和远景 于是在贝佐斯的头脑中 就形成了一个叫电子商务的 这么一个新的商业概念 我们知道 过去三十多年来 基于互联网的商业概念 business concept 层出不穷 我们知道 电子商务 门户网站 网游 手游 在线教育 新传媒 社交 共享经济 网络直播等等 这一两年 VR 人工智能 精英检测 这些商业概念 也非常的火爆 随着商业概念的 不断成熟 创业机会 可能变成一个 具体的创业项目 初步 确立起 包括产品 或者服务的概念 确立起 市场的概念 确立起 供应链的概念 和生产运作的概念 比如说 贝佐斯 他形成电子商务的概念 之后 他知道 可以利用互联网 卖东西之后 他就在想 我到底利用互联网 卖什么东西呢 在众多的商品里面 他拟出了20种 最适合在虚拟的商场里面 销售的商品 在线上卖东西 当然这个商场是虚拟的了 他拟出的20种商品 包括图书 包括音乐制作 包括杂志 包括PCG 包括软件 大家都知道 最后呢 他选择的是图书 作为网上销售的产品 网上书店的 这么一个创业项目 就确立起来了 在杰弗贝佐斯的头脑中 一个电子商务 这么一个商业概念 就变成了网上输店 这么一个创业项目 创业机会 已经在发展 当然 我们随后 创业者要对创业项目的 整体的商业逻辑 要进行思考 尤其是对创业项目的 运作模式 收入模式和成本模式 进行审视 这个时候 创业机会就发展成为 商业模式 叫business model 刚开始的时候 杰弗贝佐斯 所创立的亚马逊 还是个网站 他如果要通过 这个网站来赚钱 他必须要考虑很多问题 比如说 他的收入哪里来 他如何付款支付 他的供应链怎么处理 他的货业物流怎么解决 这个事情成本有多大 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这些问题 事实上就在梳理 亚马逊的商业模式的问题 创业机会的形式 发展为商业模式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创业项目的 收入来源和成本结构 我们就可以发现 这个项目赚钱的 基本逻辑在哪里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内部包括价值产生的 重要环节 关键的资源 利益相关者 和各种参与者的 一种关系框架 随着商业模式的 不断清晰 潜在的创业者 这个时候就有可能 拟定一个创业计划 叫business plan 于是创业想法 这个business idea 就从一个简单 粗略 抽象的一个商业概念 business concept 就变成了一个 完整 缜密 系统的创业计划 business plan 杰夫贝佐斯 就是在西雅图的 市郊一家咖啡厅里面 完成了创业计划书 这份创业计划书 最后吸引了 美国非常著名的 一个投资机构 叫KPCB 我们翻译为 凯鹏华尔 这家公司的注意 这家公司出钱 帮助杰夫贝佐斯 成立了亚马逊书店 最后当创业者 到工商部门 去登记注册 创办企业的时候 把创业计划 付出行动之后 创业机会 就发展到了 它最高 和最复杂的形式 一个创业者 把他所识别的 创业机会 准备通过创办 一个组织 来开发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么说 这个创业机会 至少在这个人的 头脑中 已经是非常清晰 和完整 1995年7月 贝佐斯 在西雅图的市郊 租了一间 只有两个房间的屋子 成立了亚马逊书店 贝佐斯给书店 取名为亚马逊 希望他能够像 巴西的亚马逊河那样 勇往直前 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 创业机会的形式 从模糊到具体的 动态的发展过程 我们说 创业机会的最触及形式 表现为 没有被满足的需求 和没有被充分利用的资源 然后 就会形成创业者 头脑中的商业概念 然后 商业概念 再发展到具体的创业项目 然后 再发展到商业模式 然后 产生创业计划 最后 就形成一个企业 你看 这经历了一系列的 动态的发展过程 当然 从实践来看 这一过程 很少是有序 或者完全系统化的 有一些企业 在机会发展的 商业概念的时候 就产生了 有一些企业 当商业模式 还非常模糊的时候 就产生了 有一些企业 只有粗略和不完整的 创业计划的时候 就产生了 甚至更多的企业 在没有创业计划书的情况下 就产生了